好的,首先感谢大家又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ilien 今天这位访谈嘉宾呢,可以说在东部的,加拿大东部的很多朋友是认识她的 昨天呢我在我的房东俱乐部群里面宣布了我将采访她的这个信息的时候 那我就有这个会员就说,哎呀,她是这个投资大咖呀 她呢是多伦多的一位房地产投资人 我也是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跟她学习的 她是Jennifer May 好,Jennifer 谢谢你啊,Lilien 我也是通过你的频道认识了你 也非常感谢,邀请我到你的频道来 嗯,谢谢Jennifer 我是知道的你自己呢,投资也是非常成功的 好,今天呢我就想啊,关注今天这个视频的朋友 给一定给Jennifer点一个赞 因为她今天的信息一定是能够给新手房东 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房东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借鉴 好,所以请大家呢给我们视频点一个赞,鼓励一下 好,Jennifer呢,今天我准备一些问题啊 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想要去多多了解你的投资经历的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投资的 地产投资 我自己来说的话是2001年移民的 移民之后呢,像很多的老移民一样 口袋里面有多少钱,找了份专业工作 然后呢,后期我又进入了银行工作 然后觉得有pension,自己退休好像都很有保障了 直到2010年的一天,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太太 也是从我同一个银行退休的 然后就说起我们的pension的其中的一点 就是不可以,他的那个额度是退休之后不会再增加了 那这个情况下因为他已经退休将近十几年了 那他当时退休工资还不错的情况下 在十几年之后看起来就不是怎么样 我这估计再过个二三四年 他当时的退休工资可能更加不够用了 这才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是哎呀,好像这个pension plan也不是特别的work 就是都特别的合适吧 最主要的想法是想找一份 就是说能够帮助我退休的一个计划 那我自己呢,开始的时候也都是懵懵懂懂的 我自己一直呢,就是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 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 那他的Roblo Kiyosaki的所有的书 我现在都读了一遍 那我首先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是我要买有正现金牛的房子 在今天也有很多人同事在说 多伦多拉还有正现金牛的房子啊 那是啊,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在这样想 那去哪能够找到正现金牛的房子 那同时呢,因为我还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培训啊 就是这种房产投资的培训或者是俱乐部 他们就说出来 就说是,我现在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能够做到正现金牛 那是什么呢?Rent to own 我最开始的两个房子是用了Rent to own的方式去拥有的 那么Rent to own呢,这个话题因为比较大 我在这里就不再继续 但是这个事情呢,使得我进入了这个行业 开始了房产投资 Dennifer,刚才你提到了你的这个房产投资的开始的时候 你是通过学习掌握了这个投资的方法 然后最开始还是用这个先租后买的方式去做的 对吧? 对,这是我的前面两套是这么开始的 你曾经讲过就是投资有两个阶段 那你跟我们的观众讲讲这个投资你认为的两个阶段 我个人认为两个阶段,或者是我自己的两个阶段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阶段呢,我是认为就是如何跳出老鼠赛跑 不保全国外这本书里面提出来的 就说每天去上班,然后得到一份工资 然后每个月把工资用完养一个大的租住房 这可能就属于一个老鼠赛跑 每个月必须要得到一定的收入 那我在做我的投资计划的时候 我原来是预备用10年的时间去做这个老鼠赛跑的跳出 那自己做的计划就是说大概用5年的时间买10套投资房 每套房呢,估计以当时的房价来说基本上40万到50万的房子 每个月还贷款,一个月能还1500块钱 那如果要是说我能够用5年的时间积累了这么10套房子 那么等到10年的时间的时候 我卖掉其中的5套,就卖掉一半 理论上可以把我剩下的这几个5个投资房给还清 当然这个前提是因为当时我在多伦多的周边 多伦多的周边从过去的50年当中来看的话 它的平均升值率是有7%的 10年左右7%的一个投资可以翻倍 如果到10年的时候我卖掉其中的5套 可以把剩下的5套还清之后 原来给银行的那1500块钱一个月 现在就留给我自己了 我有5套的话就7500块钱 那我自己当时的收入是 工资收入大概是10万到11万 其实打完税每个月拿到手 就是5000多一点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好 我的目标是在这里取得一个可替代收入吧 这就是所谓的跳出了老鼠赛跑 我把它成为第一个阶段 那可能因为我处于 刚好就像别人说的 我们处于一个风口之上吧 是猪都可以飞起来 所以呢我这个计划从2013年开始到2017年底的时候 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买10套 然后我自己呢就看了看 因为当时的情况也是我对上班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有点烦躁吧 所以我就辞了职在家里 就准备开始自己的 就说作为一个专业投资人吧 这么想的 对你讲的这个Jennifer我就觉得哎呀会给好多的对自己工作不满意 或者说哪怕是满意 但是希望以后能通过房地产投资取代这个他的收入的这些朋友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因为前两天我做一个单独咨询 就有一个朋友 他呢就是他的工作本身就不稳定 然后又疫情呢又减少了这个工作 他就说哎呀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这几年能够取代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收入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目标只要你定了 然后你定的计划了 咱们是可以实现的 是不是 对 好那你现在哎呀我也是非常羡慕你啊 现在这么早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 就你用你自己的青春经历跟大家讲一下下一个阶段 那我认为第二个阶段呢 实际上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把它称为是从百万到千万的过程 那当然不是具体的这个额度 而是说我是希望从我个人的这个资产 是以资产的一个配置 以及资产的一个升值方向去做更多的一个打算 就是2017年辞职之后 是什么呢 我在重新配置我的从房产的投资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基本上有每一分钱拿回来 就是进了房产投资里面 但这样也会造成房产投资是作为一个单一的收入来源 那后面在前面两年 我主要做的就是说是能够做一些配置吧 比如说我会配置了一部分的 我叫PayPal Asset 实际上有股票 我自己本人因为做外汇 我也比较有兴趣 所以有外汇 然后同时呢 也还有一些就是CryptoCoin 就是这种蓄理货币 那同时自己还把自己的一些保险 这方面给配置 配置的跟我自己目前的一个状况 比较适合的地步 那这些东西我认为是一个 把前段时间的这个基础给夯实的一个阶段 2019年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房价开始往上有回升的迹象 那时候我就在想 因为我自己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没有主动收入了 那么银行呢 基本上大的银行 给我贷款的可能性就基本上没有了 同时也因为这个个数的限制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 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状态呢 就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可以试一试做Joint Venture 所以当时那一年呢 主要是做了两个Joint Venture 跟朋友们一起就说做多伦多周边和市内的一些投资 那再过了到2020年 10月份之前基本上一个房子 四个五个offer抢很正常 到了1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任何一个房子都是20个以上的offer在抢 甚至多的时候七八十个offer在抢都有 那这种情况肯定不适合 对于我来说肯定不适合作为一个投资人去做 所以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再考虑下一步该去哪一个 就是说哪一步再进行投资了 等一下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啊 就是你后来又去哪里投资了 我想观众也是非常期待想知道的 是 Jilliver我知道呢 你也是可以说一直是作为一个专业投资人的角度 去来投资物业的 那我就想问你一个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可以说呢也是有一些争议的 或者说也是有一些投资人困惑的问题 就是关于现金流和增值 因为我在温哥华你在多伦多 我们都存在同样一个问题 你跟大家来讲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观点 好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 其实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妥妥的现金流派 就说任何的房子 如果我不能够通过 就说是房租的形式把这个房子自己养起来 我就基本上决定不会去投资 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很简单 或者就说大家看过富报尔全报尔这些书里面都知道 他就很简单问了一个问题 对于这种往里面贴钱的房子 你能买几个 第一个第二个可能不会很影响 当然我也知道在市面上有一些投资的人就在说 你如果能够赚钱赚的多 你往里面投资进去 那每个月贴点钱 毕竟本金是在自己 那个毕竟在本金在积累 但这个东西呢 从我个人的角度是这么认为的 我这个也可能就是我跟刚开始投资的时候 还有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自己是认为 对于你能不能做一个房子的投资 你就考虑两件事 第一件事买不买得起 第二件事你拿不拿得住 其实我们在说现金流和这个增值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会偏向于现金流 是因为这个拿得住的问题 因为很简单 对我个人来说 就任何的房产投资都应该是一个十年以上的未周期的 因为我个人不做这种短炒的 Flipping或这一方面的 那从一十年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多少黑天鹅事件 你像现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你像比如说我先前举例的2017年的时候 我多伦多突然发布了一个420的计划 然后房价一下子下跌下来 但将近是20% 那这是这个过程中 我知道有很多投资人就觉得 如果房子一直在上升的话 那么没有现金流 无所谓 我一个月可以贴一千 可以贴一千五 那我也就一两个房子 但在那段时间 房价并不上升 甚至往下跌 你还往里面贴一千 一千五的时候 能不能贴得下去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因为去年的疫情 这个事情 我估计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黑天鹅 谁都没有想到 那有些人可能 他的工资收入就会受到打断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因为我记得刚开始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很担心 租客的房租收不上来 怎么办 当然也确实发生了一些 这样的现象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能不能够贴得起 能够贴几个月 这些问题都可以好好去考虑一下 那这是为什么我个人说 房子自己能养自己 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至于说升值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是一个在考虑了 有现金流的条件之下 才去考虑升值的 因为之前我也写过很多的文章 那其中有一句话就是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说 Catch flow is king 而那个appreciation is a bonus 那也当然因为我坚守了这个原则 在2017年到2021年就到这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并不关心这个房价的升也好 跌也好 我只关心的是 哎 房租上涨了 因为确确实实 虽然房价下跌了 疫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 那在之前的话 房租是一直在上涨的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说 那房租再上涨 也配不上线这个房价的增长 那应该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还是说了 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投资系统 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当一个城市 它已经不满足 我对于现金流的要求的时候 我该去哪里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哎呀 我们两个真是很大的这个共鸣 我呢 刚才听了你这个分享 就是昨天我们俱乐部的一个会员 提出了关于现金流和这个增值 他说你要有现金流 不是每个月 每一年你要报收入吗 但是呢 你要是看 那增值的话 我们capital gain 不是只有50%才上税吗 就提到这个问题 那我给他的这个答复是这个 实际上这个呢 就完全契合了你刚才讲的 这边讲的留言的是这样 我说首先要考虑几点 你的物业没有现金流 可以持手吗 可以没有现金流 持手多长时间 没有现金流的物业 可以买几个 思考完这些问题 再看看自己的目标 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每个人的目标不同 做法和看重的可能也不同 是的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其实对于这个税务的问题 我现在还想再多说一句 就是说对于税务来说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首先考虑如何赚钱 然后你才来考虑用什么样的结构 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使得合理合法的扫交税 而不会说我今天为了要省 假如说我想要省五毛钱的税 我结果连一块钱的利润 我都不去赚 对吧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要赚了这一块钱的利润 我争取能够把那五毛钱的税 变成两毛五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思考方式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只有最简单的 你买一个房子 然后出租了之后 怎么样要交最高的个人所得税 这个这种方式吧 是的 是的 没错 我知道你那个 在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视频分享的 是关于怎么样用公司的这个架构 是吧 更好的跟这个房地产投资 下一次我们这个 房东俱乐部的这个会员讲座 我邀请你跟大家分享这部分内容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这个呢 我也说了 一般来说 你当你做这个房产投资到了 个人的房产投资 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其实应该考虑 就是税务的规划问题 当然因为每个人的税务状况 是不一样的 我也只能给出我自己的一个建议 我自己是怎么做的 因为我并没有会计师的背景 我只是从我的一个理解 和我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 做一个分享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们谈到了 因为你刚才讲到两个阶段 实际上你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 那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我的观众呢 有一些真的是完全是新手 小白的 他们特别想做房地产投资 然后也有一些有经验的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最初评定这个物业的时候 跟现在有哪些不同呢 还是有一定的不同 那我现在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是 我自己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刚开始的时候 总是想着要买一些便宜货吧 就是这么样 所以呢 我买房子的时候 我再进入一个城市 我最早开始投资的城市是Witby 当时我进入的时候呢 那个当地的房价 我也只买独立房子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是双车库的那种房子呢 可能卖到四十一二万 如果是没有车库或者是单车库的老一点的呢 可能就是三四三万三四四万 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因为租金是对于你单车库双车库 其实差别并不大 最多差一百块钱 但房价能够差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就说了 我是开始的时候是完全的希望 有越多现金流越好的人 所以那时候就是买便宜的 结果呢 到现在过了将近八年吧 然后就发现不对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我们先见着说的 现金流和这个增值应该怎么balance的问题 这是跟我现在和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这里 就是说现金流要有 因为要保证能活下去 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点我还是说 就是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 就是说不叫概念 就两个不同的一个说法 就是要能想清楚 第一我一定要现金流 自己能养自己 第二在已经有了现金流的情况下面 我并不追求最高现金流 我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升值 因为在这后来的这段投资的时间 就是我已经2019年到2021年的情况来看 就发现双车库的以及比较新的房产更瘦到新一代 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这现在所做的这些投资房 我们的租客也好 我们的接手的买家也好 基本上是谁 是这一个进入了30岁的这一帮人 那么他们的看法可能跟我们以前在十几年前的人的感觉不一样 是什么呢 他不追求这个地有多大 他也不追求说是我现在就说是这个房子价格便宜还是贵 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买新的买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发现我在威特别那边的投资来说的话 实际上跟这种双车库的新一点的房子来比 开始时候看起来只是差七八万块钱 现在实际上差到了30万左右价格 所以这也就是使得我自己在思考 我最早和我现在的一个区别吧 最早的时候我会更我会尽可能的追求最大现金流 但现在我不会 我会追求现金流打平手之后 尽可能的想谁会是我未来的这个租客 和谁会是我未来的这个接手的买家 他们会怎么样推高这个房价的一个过程 嗯好的 那我自己这边呢也特别的想要给大家一点点去大家思考的 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我自己还是Jennifer 还是另外的嘉宾给大家的任何建议 我们不是去完全是硬班的 Jennifer你总结一下你这个投资经验 比较好的几个几点建议吧 就让大家可以避免犯一些错误的 好的那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说是第一呢 在你进入投资这件房产投资这件事情之前 希望能够自己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不一定说是你要说 我要一个很长很长的目标 但是至少你自己要知道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我也说了市场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介绍他们的经验 当然也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你可能在听他的经验的时候 也多想一想 他的经验适不适合你的现在的这个财务状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找到想到自己一个合适的一个 就是说投资系统吧 在不断的就是说前进的过程中 可以来修改你的短期的一个计划 建议在开始投资之前 把你的这些finance的情况 找附近的那些各个银行的这些moguji agent都问一下 各大银行的moguji的政策是很不一样的 根据你的finance的状况去问 我可以带多少钱的款 我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 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能够买几个 这种实际上就是一个planning了 那你知道了之后 那么你就开始 开始比如说一年买一个两个 我自己当时订的计划是一年买两到三个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布置可能对我最适合 不会特别的累 但是呢同时如果有什么错误 我可能可以来得及改正 其实很多人刚开始就说 他们在问我的时候 我就在说我应该去哪买房子 其实真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说你去哪买房子根本不重要 甚至买什么类型的房子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实际上你如果把过去十年当中 这些房产的增值 每个地区以及每个房型的增值 其实拿个十年的时间来看 大家差别并不大 那至于说是可能刚好就买到了 就是风口上马上上涨的 那也有 但是呢这个东西我还是说了 我觉得这个你只要是十年以上的话 最终实际上风水轮流转都会轮过来的 那我刚才听你的讲 其实最最重要建议给大家的 就是开始根据自己的这个 你的目标你的需求定一个计划 然后咱们从这计划再去做 是吧 而且要知道自己的一个能力 能力范围吧 我发现很多朋友呢 他们容易说去跟别人 就说看到别人成功了 他就说这个我能不能做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 自己的这个 刚才你讲的一个是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这个能力 各方面你就要考虑 所以最终最终 我觉得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我们不怕说你这个投资能够多么成功 最怕的是你根本不想 你根本不行动去投资 只要是你行动了 我们就能走一步以后 你就能看到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所以这个行动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是这是我自己一直认为的 就是说行动是最重要的 那你如果是有很多人说 就是说在不断的想 不断的做计划 不断的去学习 当然是好事 但是你真的不把脚伸到水里面 你不知道这个水的温度 你不知道水的深浅的 而且还一个事情就是 我一直想跟新手的说法 就是说是不要怕失败 你最开始 就是说我自己最早的时候 其实听过一些说法 就是说是 其实这就是做生意和做工 就是拿给别人打工的一个区别所在吧 就是说做生意的人 你做十个生意 你不需要十个都成功 你只要有一个成功了 你就会复制他的模式不断的下去 你这最终你都会达到成功 但是你要做工作的话 不能这样子 你只要失败两到三次 被人给led off 或者是fire掉之后 可能你的职业生涯就会断掉 这个是去 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我还是说了 不要怕失败 你如果觉得房产投资 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按你就说 刚开始就进去去试 做错了 没问题 可以有机会更改的 对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某一个市场 某一个物业 就看十年以上 我觉得这种失败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我现在就讲加拿大 我之前也曾经做过一个 就是访谈的介绍 就是说 其实我在我周边 十年 只要投资房产十年以上的 亏钱的人 真的我没见过 或者就说 亏钱的 最多就是中间自己 就直接把它给砍掉了 或者什么 我周边 因为我一直也做股票 也做外汇 也做这种所谓的 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投资 那我所看到的 股市里面能成功的人 就是说能成功的人 会非常成功 但是成功率 确实比较低 大概百分之十 但是你要说是在房市里面 能够成功 就是我周围的 在多伦多这个市场来说的话 能成功的 只要监测十年以上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赚钱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我要进入任何一个投资行业 我要先听一听看 这些已经走过来的人 是怎么说的 对 非常好 那Jennifer 我相信 那个好多人也是很期待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问题 你发现这个多伦多市场 没有太好的 这个潜力了 比如说我们现金流这方面 现在涨得很厉害 你已经往其他的地方去看了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段时间 有做哪里的投资 好的 其实先前我说 就是说到了2021年的 1月底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多伦多周边的市场 我也不敢碰 因为确实是升了太高 同时呢 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 在各个地方都听到 比如说像是在Nova Scotia 那边房价也涨得很厉害 各个地方都是爆 都是涨了百分之几百分之二十 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 我又因为平时也都比较经常去看 各个地方的一些新闻 那时候突然发现 就是说阿尔伯塔那边一个报告 就是说1月底的时候 阿尔伯塔的市场突然开始转暖 是从就说是以前房价 就基本上就说是拿出来 要放很长时间才卖得掉 然后1月底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有抢off的现象 1月底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也是通过一些群里面就问吧 然后当然也做了自己一些了解之后 我觉得这个市场可以做 为什么呢 实际上还是回到了 我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说法 就首先我自己的一个最基础的 第一件是人口 阿尔伯塔 我正说Kagri吧 Kagri其实现在已经有150万的人口 而且人口的每年的净流入是3% 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是 却加拿大来说第二高的了 最高是奥特瓦 以百分比来说的话 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2015年到2020年初 基本上Kagri的市场是一路下滑的 实际上在疫情之后 房价已经开始慢慢上涨 但是并不明显 到了2021年的1月底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就好像开始抢off 已经当时我已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是什么了 就是说房价的上涨 实际上跟经济没有太大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跟市场上泛滥的钱有关系 央行放水淹了多伦多 淹了温哥华 那不可能不淹Kagri 对吧 这个这么大个市场在那里 那这时候 所以我在2月中旬开始 就在Kagri开始 就是买房子 那就像我先前所说的 我这次买房子 开始买就找什么样的 第一我是独立房 第二比较新的 第三有些special feature 这种比如说workout basement 比如说有一些view 这种情况下面 我自己平时从来不投房花 结果到那边一看 居然还是以2020年的价钱 在发布新房 我们这一看之后 而且特别就是 Kagri那边的新房 跟他的二手房的价格 实在差别非常之小 我不太清楚 温哥华的情况怎么样 多伦多的这边情况是 二手房和新房之间 就新房比二手房 至少要贵2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说那行 我也再定一个房花 因为我做了 我一般一年就买两到三个 所以这是我在 Kagri的一个就是情况 那我的第一个投资房 四月中旬已经close掉了 就说四月份close 这个房子呢 因为是第一个买的 所以当时的价格 还不是特别的 抢得厉害的时候 47万的这个房子 如果我要整租的话 大概是能整租到 2000块钱 到2100块钱 足够cover住一个 47万的房子的一个贷款 加上地税 加上你的一个insurance 加在一起的 那从我的角度 我是没有办法 qualify A-lander的贷款利息 所以我走的是B-lander的线路 然后呢 我的贷款利息是3.89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要想做到正线进流 我就把它分成了两户 而且地下室是准备做 legal的basement去出租 那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楼上那一户呢 4月15号closed之后 已经5月1号新的租客 已经入住了 楼上的租客的租金价格 比我想象的稍微高一点 租了1680块钱 地下室的租金呢 预计是能租到1000块钱左右 那这样2680块钱的租金 是足够支撑我这个房子的 就是以3.89的利率贷款 这种情况是一定能够支撑得住的 就是有现金流存在的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 很多人想知道的 对你如果去一个新的地方 你应该考虑的是什么 那我的考虑 其实跟我原来没有太大的区别 第一现金流 第二人口有一定的基数 以及人口有进流入 然后当然第三点 就是我自己近年来的一个 比以前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我会尽可能在能够 就是说我能够cover住 现金流的情况下 买当地比较好一点的房子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近期的一个改变 嗯 非常好 其实我自己的那个视频 自从过这个Edmonton投资的 在这个之后啊 大家也特别关注Alberta 那我相信呢 你这次谈了之后 我估计大家蜂拥到Alberta 去看机会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分享 啊 我们还是要看你们个人的 这个情况 来大家来决定去哪里投资 嗯 会比较好 我自己这边因为跟Brad在那边有投资 所以我们弄了一个Alberta的投资群 如果哪位朋友感兴趣的话 加我微信 然后可以邀请你到这来 那如果是有Alberta的投资的机会 大家可以在这边来交流 我非常感谢Jennifer 也非常的高兴啊 Jennifer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的人 然后我刚才也是在最开始也听到你自己讲 啊 你也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我也是真的很感谢啊 很感谢你我们这个姐妹之间也可以互相的交流 然后呢 能够更多能够帮助到愿意投资的这些朋友吧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 啊 下次有机会我再来邀请你来做我们的访谈 跟我们分享 好不好 然后也希望你这个不断的继续的实现你的以后的这个 Future的目标 好的 非常感谢你一遍 嗯 好的 那我们下次见 Jennifer 谢谢 拜拜 拜拜